Hello 大家好 一转眼 2020 年就要结束了 一下子就来到了 12 月了 今年应该也没有什么新车会再发布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2021 年 在今天我选出了 5 款很可能在 2021 年登场的新车 而且这 5 款新车的话题性都非常的高 这 5 款新车有什么 让我们接下去看吧 第一款新车要讲的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这款新车目前已经在泰国、台湾、菲律宾、印尼等等的市场上市 其中它在台湾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一个月就卖出了 5000 多辆 另外它在泰国也是同级车款里面销售最好的那一款 Toyota Corolla Cross 基于 TNGA GSC 的平台打造 其实就和 Toyota C-HR 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后悬吊从原本的 Double Wishbone 双 AB 换成了这个 Torsion Beam 虽然说操控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它的空间表现却变得更大了 所以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跟 Corolla Stun 一样 都是以实用为主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我过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会搭载 1.8 的自然进气引擎 至于这个 1.8 的混合动力引擎会不会引进呢 这个就要看 UNW Toyota 的决策了 不过我相信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为目前这个市场 都是以 Hybrid 为主 所以 Toyota 如果引进这个 Hybrid 车型 我们也不用觉得奇怪 另外还有一点是 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基本上可以肯定在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上面看得到 不过应该只有顶级版而已啦 根据这个未确认的消息 Toyota Corolla Cross 是会以 CKD 的方式在马来西亚贩售 因为在之前 Toyota 在我国市场的 SUV 稍微剥弱了一点 像是其他的车厂已经开始主打 SUV 了 但是 Toyota 的 SUV 车型还是比较少的 我相信这个 Toyota Corolla Cross 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而且如果它是以 CKD 然后价格有优势的话 这款车应该在我国会成为爆款车型 请大家千万要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以后如果有第一手的 Toyota Corolla Cross 消息 我们会为大家送上 第二款要讲的车型就是 Produr 的 D55L SUV 这款车型 D55L 其实只是它的开发代号 其实它还没有确认名字 不过在之前这个车不小心曝光了它的跌照 所以我们从这个跌照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外观设计就跟这个 Toyota RISE 还有 Daihatsu 的 Rocky 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会换上 Produr自家的设计元素啦 同时这款车型也是Produr 第一款基于 D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的新车 可以预见的是这款新车会有着比以往更好的操控表现 还有更好的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 以后Produr 的新车 可能像是新一代的 Myvi 或者新一代的 Asia 都应该会基于这个 DNGA 平台打造 所以未来Produr 的车款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除了是第一款采用 DNGA 平台打造的车以外 它也是第一款采用涡轮增压引擎的 Produr 车款 因为在之前Produr 的 CEO 在一项活动上面 已经公开表明 未来Produr 的新车都会采用这个 1.0L 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还是值得期待的 这款车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 CVT 它是第一款采用 CVT 的Produr 车型 同时它采用的 CVT 也是 Toyota 刚刚推出的 Direct Shift CVT 这个 Direct Shift CVT 它拥有一个起步齿轮 所以可以帮助车辆的起步表现更快 重点是这个 CVT 连 Toyota 自己都还没有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Produr 用了这个 Direct Shift CVT 之后 它的车款竞争力应该会大大加强 同样的这款车预计也是会在明年的上半年发布 所以大家同样的要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给你第一手消息 第三款要讲的新车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款新车 它就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不过要说的一点就是 目前 Honda Malaysia 官方也没有表示这款车会引进我国 只是因为泰国有了 所以我相信我国引进这款车型的几率其实还是很高的 因为这款车型其实是为了取代 Jazz 新一代的 Jazz 已经在日本、欧洲等地区上市 只是并没有引进东南亚市场 东南亚市场 Jazz 的地位很可能就是被这款车给取代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车头是和新一代的 Honda City 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车尾变得更为运动化 同时因为它是为了替代 Jazz 的关系 所以它的空间运用性 完全不会逊色于 Jazz 像是 Jazz 的 Ultra Seat 还有座椅的灵活多变 它完全继承的 所以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它非常适合 要求在市区可以灵活驾驶 可是对空间又有表现的消费者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空间表现 基本上你要坐五个成人 然后可能是两天一夜的旅行 它的行李箱空间都可以满足你的行李需求 在很多细节方面 City Hatchback 也继承了 City Sedan 的优势 例如说大尺寸的这个 触屏主机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只是目前泰国公布的版本 暂时还不支援 Honda Sensing 所以我们可以期望未来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应该也是会有这个搭载 Honda Sensing 的版本 另外一点就是目前在泰国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搭载的是 1.0 的这一个 涡轮增压引擎 至于我国如果引进的话会采用什么引擎 这个还是要等待 Honda Malaysia 的公布了 同样的 喜欢这款车吗 喜欢的话 记得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哦 接下来这一款车 好多年前就讲到来马来西亚市场的 它就是 Nissan Kicks 其实 Nissan Kicks 是一款为了南美市场开发的车型 也可以说是巴西纽约奥运会特工车 只是这款车发布之后 因为很好看 所以受到全球的欢迎 Nissan 才把它变成全球的战略车 只是一开始虽然说要来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听说已经有原型者在这里测试 可是他只有坐驾 所以拖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来到这里 这一次他终于要来了 因为在小改款之后 他终于出现右驾车型 实际上这款车原本应该是在今年就发表 但是因为这个COVID-19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一直Delay Delay Delay Delay到明年去 虽然说明年会登场 但是明年的什么时候登场 我们暂时还不确定 这款车 率先在泰国发表 它采用的是1.2公升的 E Power Engine 经过泰国媒体的实际测试 它的0-100加速表现 只需要低于10秒 以这个等级的 XUV来说 实力是很不错的 只是我们暂时还不懂马来西亚版本 会用那个动力比较弱一点的 1.6自然进行引擎 还是这个动力比较强的 1.2 e Power混合动力引擎 重点是 这款车型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CKD啦 其实这几年Nissan Malaysia的产品更新 确实慢了一点 不过在今年开始 他们终于加快了这个步伐 Almera之后没有意外就是这个Nissan Kicks 登场了 你们觉得Nissan Kicks 会不会成为马来西亚一款爆款的 车型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款车型 同样的还是SUV 嗯 严格来讲它是Crossover啦 它就是Mazda的这个 MX30 这款车型其实在2019年的这个 东京车展上面就收发了 不过那个时候它是一辆纯电动的 Crossover 然后有消息说它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很多人奇怪 电动车在马来西亚有market 吗 可是实际上 Mazda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划 这个MX30 刚刚在日本推出了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他们叫做 E SkyActive G 就是这个2.0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这个24B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让它这个更为实用 这款车型虽然是基于这个 CS30打造 但是实际上它在很多细节都做出了修改 例如说它的外形更为个性化 很独特的对折式车门 还有这个内装的质感 更上一层楼 还有更有科技感 因为它采用了很多高质感的塑料 而且还有一片触控屏 让你来控制音箱啊 冷气等等 让这个MS30 很有个性 根据之前的消息 这款MS30会在马来西亚 CKD 但是因为这个工厂扩展的工程需要时间 相信明年Mazda CS30引进本地会先以这个CBO的方式翻售 到了这个工厂竞工之后才会开始CKD 而且马来西亚CKD的MS30相信不只是供应马来西亚市场而已 还会出口到像泰国、菲律宾等等的国家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CKD的Mazda车款 大部分都有出口到这两个国家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各家厂商已经在马来西亚 推出这个混合动力车型 意图抢占这个市场 所以Mazda也不会错过这个良机 我个人觉得MS30其实是一款很值得期待的车型 因为外观够独特 内装有质感 然后它的科技表现也不差 所以我相信 明年最期待的新车 算它一个应该不会过分啊 以上的五款新车如果都在明年发表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成为 马来西亚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车 不知道你对这五款新车有什么看法 还是你有很多新水车 你觉得你很喜欢的 我们没有讲到的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来聊一聊 明年有什么新车 你会感兴趣的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一键三连 OK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